曼谷的反政府示威者 星期四夜間遭到手榴彈襲擊和槍擊 三人喪生 隨後泰國選舉當局 要求推遲原定在7月舉行的選舉 曼谷緊急事務部門的官員說 還有22人在星期四的襲擊當中受傷 在發生這次暴力事件的一個星期之前 泰國憲法法院以濫用權力為理由罷免了總理英六 英六的支持者聲言要保衛政府 雖然英六已經被免職 政府仍然勉強維持運作 反政府抗議者要求解散看守政府 由一個非經選舉產生的委員會接管政權 同時實行政治改革